这骆驼就别提多好看了 好看得不可思议 太漂亮了 这年代久了 两千多年前的 任重而道远 后继而勃发一会再说 先说我们今儿要说谁 我们今儿要说一人 这人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没什么名 这人呢 叫卢秦斋 他最初的名叫卢焕文 他1880年出生 他活了77岁 死在哪了呢 死在法国 法兰西 死在法兰西那个国家了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用通俗的话说 他是一个倒腾古董的 如果用官方的话说 是他文物大道 按照现在有些人 为他平反说呢 是中外文物交流家 反正说什么都有 民国时期 我们说的是民国时期 有痕 就清末到民国 这一段时期呢 有好几个有名的 倒腾古董的人 我们今天就讲这卢秦斋 那么卢秦斋做的 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最遭人恨的一事 这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一事 是跟谁有关呢 跟昭陵六郡有关 唐太宗的六个坐骑 当年唐太宗拿下天下 就靠这屁股底下这六匹马 六匹马有四匹马 是按颜色论的 十发翅 红的 这马是红的 白蹄乌 这马是黑的 白蹄乌不是白的是黑的 就是蹄子是白的 青锥 不用问 这个青灰色的 萨鹿子 这马是紫色的 剩下是特勒彪和全毛瓜 全毛瓜估计那个毛 那个毛啊 是卷着的 古人认为这马 尤其军人认为 这马的重要性 不亚于人 所以跟马同时下葬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马都作为陪葬 你看昭陵六郡呢 就是等于是把 唐太宗的功绩 刻在了这个墓碑上 那么昭陵六郡呢 是唐太宗的 这个一个记录 这东西啊 从唐太宗下葬 一直到了清末 横跨多少年 横跨1200年以上 1300年 啥事没有 就让这卢钦呆 卢焕文看上了 他就把这东西给卸下来 为了运输方面 因为那东西太大 体量太大 我去费城看过 运不了 古代运输 不像现在有现代化的设备 那都是拿那个 马车驢车的运 所以都把它打碎了 你说多狠 把这东西打碎了运输 但是他只运出去两个 剩下四个被当时的 民国政府给扣了 那么运到哪去了呢 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州大学啊 就是现在说的费城大学 费城早期是美国的首都 后来美国迁都 迁到华盛顿 你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 都是在费城迁的 你今天到费城去呢 能够参观这景点非常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这个博物馆当时呢 来了一笔钱 就开始收购这东西 所以就把萨鲁子和全毛瓜呢 就通过这个卢钦斋 买到了这个大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因为他档案很清楚 怎么买的花了多少钱 我要没记错 他是花了十二万五千美金 在一百年前 一九一六年 一百年前啊 今天二零一六嘛 十二万五千美金 比今天的一百二十五万美金 乃至比今天的一千二百五十万美金 还多呢 当时那人一个美金就卖国宝了 你不能说十二万五千美金 卢钦斋就靠这笔 发了一笔大的 这事最初啊 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 法国有个学者叫爱德华 所以他就这个拍了照片 他看到赵陵六郡以后呢 还在原址呢 你想想这时候就眼瞅着 就就民国了 这个照片啊 一九零九年拍的 这赵陵六郡的这六郡还在原址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里 有一个登记员叫周秀琴 是个女的啊 她就是中国人 她呢在这个大学的档案馆里发现了 一九二一年的一封信 这封信呢 就是法国的一个艺术经销商 叫保罗啊 他说 他声称已经通过北京的一个 一个人啊 一个中介 寄去了一大笔钱 那个中介呢 又派遣了一个 另外一个人设法将六郡运走 那寄了多少钱 我们不清楚 就是这笔钱导致我们赵陵六郡灭领之灾 大概在一九一三年 那就是说民国革命以后两年了嘛 赵陵六郡的这浮雕 就从赵陵被卸下来打碎了啊 在搬运当中呢 就是据说搬运者还跟当地的农民发生冲突 那个农民不干呢 农民说这东西都在这多少年了 上千年了 你凭什么给弄走啊 就跟他 这个这个 就发生了冲突啊 其中据说还有的一块给扔到断崖之下啊 这在运输当中有两郡和后来那四郡就分开了 那么这两件浮雕呢 就被运到了陕西的 这个当时的旧的总统府 当时为什么要给他呢 过去民国啊 谁胳膊粗 谁牛 所以就运到了这个 这个当地的驻军啊 就是过去就是 谁有枪啊 谁有本事 所以就军阀混战 那个时候就是军阀混战 那么袁世凯呢 就把他这个东西就正式运到了北京 为什么袁世凯能运呢 袁世凯曾经掌管过陕西省的军阀 那么从这一刻起 卢钦斋啊 嗅觉很灵 就开始跟这个昭陵六郡呢 就开始有了联系 那么这两件浮雕啊 昭陵六郡这两件浮雕在往北京运输当中 过去运输没有现代化的 又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 都是拿马车运 运输特别慢 在运输途中就下落不明了 不知道哪儿去 就失踪了很长时间 那么当时民国政府就不干 说这事 昭陵六郡全世界都知道 你说这突然 哪儿去了 后来说这东西被盗窃 被外国人盗窃 这个盗窃呢 就是现在能够知道的 就是从陕西往北京运输路途当中 就不清楚了 不清楚了呢 到了1918年 到了1918年 这东西已经在大都会展出了 你想想多可怕一个事 这中间几年究竟什么过程 并不是很清楚 卢钦斋当时就提出来 把这两件东西租借给这个 宾夕反家大学博物馆 而提出了呢 就是说免租借费 我什么都不要 卢钦斋是个很精明的商人 他为什么敢租借给他呢 他就是打后面的算盘 后面要卖给他 那么卢钦斋呢 后来把这个事呢 就抬高了价格 称自己呢 是冒了入狱的风险 甚至生命风险 他把这两件东西运往费城 那么当年的5月8号呢 这个 这昭陵六郡中的这两郡呢 就抵达了 宾夕反家大学 那么宾夕反家大学 当时为这个浮雕筹款呢 还是花了很大功夫 最后碰见一位土豪 财主 那么这位金主是谁呢 你知道我们现在啊 都是网络听音乐 过去是留声机 他是那个胜利留声机的创始人 他有钱 你知道美国的啊 这些富翁 一战二战以前的富翁 对买艺术品都有狂热的热情 而且他们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专家原则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富翁 这个也有对艺术品的热情 但他不遵循专家原则 所以我看到很多富翁 买一大堆全是假的 他们找到这个金主呢 就付了十二万五千美金呢 这个价钱据说协商了很久 然后就将自己的名字 要留在这个富翁之下 美国人就是说 我要不然留名 要不然我获利 当时有一个研究 亚洲艺术的研究员呢 他评论这两匹码 就说没有任何存世的麻痹 像这两匹码那么著名 那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历史上画马的画家也很多 你像严厉本呢 你像韩干呢 你像任人发呀 很多都画过马 但是都没有这个这么著名 为什么这是雕塑 西方人认为雕塑比绘画还高级 因为它是立体的嘛 宾夕法尼亚大学 就是费城大学博物馆里的 这个昭零六镜 从那一刻起就在那展出 那个厅很大 我去过啊 非常大圆形的厅 我数次去 很多年以前我去 那时候感受 还没有我前两年去的感受 更深一点 因为随着对文物的认知 随着年龄的增高呢 它对过去我们自己的文物 尤其重要文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啊 就看这些 好像距离我们很远的文物 比如石雕什么 这一看有大石雕啊 就觉得个大 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 等到了这个年龄 又对文物有所了解的时候 再去看的时候 就是感慨万千 你就想吧 一块石头 平白无故的 给凿成了一个艺术品 然后在一个帝王的陵墓前 一呆呆上千年 突然又被别人卸下了 打碎了 给运在一个远隔一万里以外的 一个跟你不招边的地里的展出 你去了以后 你说为什么我们一个皇帝陵墓前的一个 雕塑能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博物里展出呢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强大过 他有钱 如清斋就为这个钱 对吧 所以这个 如清斋一直认为 说我自己就是个中间人 我不是一个文物大盗 但是对不起您了 我们都知道 中间这个环节 尤其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循一个原则 什么叫原则呢 就是遵循对祖宗敬畏的原则 就不该卖这东西 就不该动手这东西 我们知道这种公开的文物 这些文物是公开的 你比如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个隋代大佛 那都是过去在 从制作出来 一直在原地 都没挪过窝 最后被远渡重洋 到大英博物馆里去展出 你不能不说 那个东西确实代表我们那个时期 最重要的文化 但是他走出的这一步并不光彩 卢庆斋呢 是湖州人 湖州人 就是浙江湖州人 他那早期的日子并不富裕 他并不是出身豪门 他不富裕 他就是天生聪明 真的长相 还有点异象 就我第一次看他照片 我以为他是个外国人 起码我认为他有点混血 结果他不 他就是一个中国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后来北京 国内很多大股东商 没有出去的 命运要好很多 他非常体面 那么他早期的生活 他不愿意提及 他很模糊 说不清楚他早期的事 所以他对家乡也没有什么眷恋 他致死 包括他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 卢钦斋并不是他本名 他原名就叫卢焕文 家里特别穷 他年幼的时候 他母亲就自杀了 不久他也父亲去世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就是一孤人 被一个远亲抚养他的 你知道身世不幸的孩子呢 都会很早的 很敏锐的感觉到生存的间隙 就特别努力 尤其在过去的社会 过去的社会 没有人照顾你 你孤儿就孤儿了 所以卢焕文就碰到 他一生中的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呢 叫张静江 张静江比他大不了几岁 就把他给带入了古董行 这个卢焕文呢 他离家以后呢 他去张静江家去做小工 小工 他实际上并不是给张静江做小工 因为他就比张静江小几岁 他是给张静江 他爹 他爹叫张静甫 给他爹做小工 这张静江呢 是二儿子 张静江是个才子啊 后来呢 还当上过国民党的首任的党主席 你想想这人就是才子 当时呢 卢焕文的母亲呢 就是张静江的奶妈 这当然这是据说啊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 这个老乡关系嘛 那么张静江是双料名门 之后的一个之孙 他就是说他的祖父呢 和他的外祖父都非常有名 是特有钱的人 就跟今天的李嘉诚 跟霍英宗似的 就特别有钱 那么南巡 我们都知道啊 今天这个南巡 就是还有这个 保留了很多水箱景象啊 还是一个著名的 是这个南方有六个著名的水箱 南巡算一个啊 那么他这些爷爷们啊 就爷爷们这一代人呢 都性格比较开朗 豪爽 民国社会的动荡 都是有这种冒险 进取精神啊 的人呢 才能发财 我们不要认为 今天的人特别热衷于做公益 在历史上 一百年前 乃至二百年前 乃至一千年前 中国富人都热衷于公益 那么这个卢换门啊 这个就到后厨房 你这过去的这个没本事呢 就是在厨房 厨房能学 干什么苦力活多呀 你不会炒菜 你还不会宅菜嘛 所以你的吃苦耐劳 干活利涩 有眼力劲呢 你很快就会把 被别人给 就叫他跟前 劳动 你知道 跟主人贴的越近 你发财的机会就越多 这个张静江小时候啊 他患过病啊 他有点瘸 他这个骨痛 他的一只眼 好像是右眼 视力呢 有点差 那么这个卢换门呢 就跟着他这主子呢 就特别照顾他身体 身体上的这些缺陷 你知道 身体有缺陷的人都有 都或多或少的 会有一点自卑 但是呢 他就会照顾着你 他这个特别妥贴 那么他就会获得 张静江的好感 在1902年的时候 25岁的张静江就获得货派 当时清朝政府派他 住法国使馆的商务参赞 你想25岁 今天是没可能的 今天你当一个使馆的商务参赞 你每次我都当不上 当时允许他带一个仆人 这仆人 就是家仆 就是卢焕文 随行的 当然还有他夫人 还有苏州有些有钱的 其中有的人 后来也是古董商 那么他们就直接就奔了法国了 奔了法国以后 张静江到法国以后 就开始器官从商 那么他家有钱 当时就出资30万 就创办了一个叫运通公司 经营胡州传统的商品 传统商品有什么呀 我告诉你 没什么传统 我告诉你 所有传统商品 就是丝绸 茶叶 就这些 还有胡比 张静江的旧父也非常有名 他的旧父是一个大藏家 他叫庞莱晨 所以他就提供了各种书画 古代书画的货源 古代书画当年在欧洲 特别容易赚钱 为什么 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画 中国画特难懂 因为你看在美国 当年王继千为中国画的出售 还打过官司 就是外国人觉得你蒙我了 就我看不懂你不能蒙我 这个中国画跟西画比较 中国画的倒数深 有时候那中国画 你比如过去认为 倪元林的画之前 外国人看这寥寥无几 就没画几笔 所以中国画 在西方很容易获得赚钱 就赚钱的这个机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学习 这个根包 根包现在也叫根包 根包这卢凡文就比较聪明 他就学习 这时候你知道张静江在谁 结识了谁了 结识了一个老大 叫孙中山 后来成为终身之友 这孙中山啊 当年民国革命的时候 特别爱去 在世界各地游走 我去这个加拿大的时候 到了加拿大 那叫什么城市里 人还找到孙中山 当年在那的文物 所以呢 在经济上 因为这个谁有钱啊 张静江有钱 就愿意资助他 鼎立他那个 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就是当时 就是卢焕文 和张静江的这个公司呢 就是实际上是在 国民党建党前夕的 一个幕后财神 你想想他对国民党 有多大的这个资助 是吧 那么张静江呢 就后来就越来越喜欢 革命这事 就对这个 这个倒腾古董吧 没什么兴趣了 这时候呢 就把这事扔给了 卢焕文 就说你呢 自个儿再来一个公司吧 自个儿成立一个公司 专门倒腾这事 就是说你的名太土 卢焕文 其实我觉得 卢焕文这名并不同 所以就改了一个 雅致的名字 叫卢秦斋 这名字就这么来的 卢秦斋 原来是个斋号 是个唐号 外国人开古董公司 你今天到欧洲去 到美国去 你所有的公司 这些古董公司 全是人名 外国人认为 人名就是品牌 你就叫人名 没人访你 你随便起个唐号 别人叫一个类似的 就开始恶心你 所以都叫人名 那么你中国人 叫卢秦斋 卢焕文的卢秦斋 那外国人就认为 你卢秦斋就是一个人名 所以他这名字 就给叫响了 卢焕文呢 他就有生意头脑 他这个时候 生意头脑怎么来的 他要结识很多人 所以他很会结识人 就法语学得很快 就学得很流畅 所以 这个沟通工具很重要 如果你不到了法国 你不会 这个 法语 你就很难去 在那生存 你到那说你一口的 胡周话 你跟谁说去 没法说 所以他很快的 就把法语学会了 有时候有文化的人 学外语 不如没文化的人 没文化的人 没障碍 张嘴就说很快 这语言就是 你敢张嘴 你就会了 所以他就一步一步 就在法国那古董界 就冒出来了 法国人呢 是对艺术有追求 有天性追求 以法国人一一的历人 英国人呢 是绅士的那种 得往上靠 美国人就干脆不懂 我不得罪美国人吧 美国人还真的就不懂 那么他在法国 巴黎站稳九 脚跟以后呢 这卢钦斋呢 得找媳妇 这时候都三十了 三十今天啊 单身的男的多了去了 可是那个时代 一百年前的人 三十岁 就基本就跟 就跟娶不着似的似的 这过去三十岁的人 就已经是大龄中的大龄了 对吧 这时候就看着一女孩 这女孩呢 十五岁啊 叫玛丽罗斯啊 其实当时啊 这个事呢 还真不是他看着这姑娘 他看着谁 这卢钦斋先看着他妈呢 跟他妈腻在一起 他这妈呢 就比他大个三四岁啊 是他的情人 但这妈呢 脚踩两只船 我们今儿这事 不是今儿 才脚踩两只船 在一百年前 卢钦斋 港上一法国情人 他也脚踩两只船 人家那踩的高级 咱踩两只船 就给踩崩了 他踩不崩 他踩着两只船的时候呢 他看着这卢钦斋说 我还是对你很有好感的 尽管我这边还有一人 但是我又不想给你分开 那怎么办呢 我把我女儿许诺给你 卢钦斋跟玛丽罗斯 结婚以后干嘛 赶紧生育啊 那生就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就往下生 生了多少呢 生了四个 全是女儿 你说这对啊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 中国人的旧观念来说 这没儿子 有点不提气 卢钦斋 是一儿子没生传 一直到死 就这四位千金 号称四千金 所以卢钦斋 对人说什么呀 这个表述很有意思 今儿的人不敢这么表述 他多次跟人说 我自个儿没孩子 你说这个人 人生啊 没那么圆满 是吧 虽然他这个一生中 很幸福 四个女儿都很爱他 但是他就是没一个儿子 最后在法国巴黎 还买了很大的这个产业 当时民国革命初年的时候 就1912年到1915年的时候 他每年呢 这个卢钦斋都是乘火车经 西伯利亚到中国进货 那时候火车为什么能够呢 因为火车载重啊 你买多少东西都能拿呀 那时候飞机也没 这跨洋飞机啊 所以就是每次进货 都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 然后呢 他就让人在北京和上海呢 就开设商号 你这边坐地收货 我就来 我出钱 我把东西弄走 我去赚钱 所以呢 他跟一个上海的古董商 叫吴启舟合作 他这个公司就叫吴吴公司 你说这话多难念 普通话都这么难说 那个湖州话更说不清 吴吴公司 那么这个吴吴公司 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 最牛的私人古董出口公司 都不是进出口公司 它就是出口 把中国的东西往前往外运 那么他前面发大财的这段时间呢 都是社会比较安定 什么时候呢 就1914年以前 一战爆发 之前他就赚了很多钱 你算算他1880年生人 到1914年他34岁 34岁在今天的人呢 看着还不算大 还挺年轻的 但是在旧中国 旧时代 这个34岁的人是很大岁数 所以他已经 说起来就叫功成名就 一战爆发以后呢 这个英法等地 就是古董生意一落千丈 这古董是个副生意 就生活日子过平静了 古董就值钱 生活一动荡 古董一分钱都不值 我希望古董的时候 就能社会比较动荡 古董根本不值钱 给钱就卖 你不满 还追着你就要卖给你 是吧 那么卢秦斋呢 就在这个时期 他非常聪明 他就把他的这个视角呢 就离开了欧洲 因为欧洲 我们都知道二战 欧洲都是两次大战 一次二次都 欧洲是主战场 美国比较平静 他就奔了美国了 这时候美国到今天 麦迪逊大街和57街的 那个街角 就是他的当年的分店 美国那时候呢 就是开始发财 发财 美国开始发财以后 美国的第一代富翁 都对艺术极为感兴趣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就是这么来的 所有有钱人 大都会博物馆 跟所有的博物馆不一样 是商人开办的 几个商人存在一起 说怎么国家太没文化了 太土鳖了 我们得做一博物馆 所以大家传钱 买艺术品 建大都会博物馆 今天你看到世界上 这个最知名 规模最大的 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当年就是几个商人的 脑子一热办 美国人办博物馆 他没有障碍 不像我们 你看中国的 所有的博物馆 都是自己的东西 外国的东西 少之又少 你看我们上海的 官府博物馆里 就有一个东西馆 它就每一件文物 要具备东方和西方 两个要素 才能在这展览 如果全是西方的要素 我们也好像不怎么接受 所以在中国 这么大一个国土中 你找到一个 西方的艺术的展厅 是找不到的 一个博物馆 就更找不到 我想在未来的 一百年内 中国一定要有 这样的博物馆 就展示西方艺术 我们今天想看 西方艺术 真对不起大家 你不是去欧洲 就是去美国 美国人没这个概念 因为美国什么文化 也没有 所以他不管哪国的文化 不管哪的 欧洲的 美洲的 亚洲的 他全能进来 哪个国家 他都不排斥 所以美国买了 很多中国的文物 那么当时 卢钦丹的商业策略 就是 是他了解 全球化 他是在古董商里 第一个全球化的古董商 他注意中国找来货以后 直接拿到美国和欧洲去卖 所以他差价非常大 当时没有信息 不像现在 现在的文物是有信息的 全球的拍卖 同一时刻在全球 任何一个点都能看到 所以这个艺术品 到底值多少钱 上下差距不是很大 可在那个时候 甭说在那个时候 在我喜欢文物的时候 文物之间的差价 一百倍是正常的 对吧 你在中国看见的文物 跟在美国看见的文物中间 差价一百倍 加俩零 所以当时 卢钦斋的钱 都是这么赚的 他在 北京 上海 两地 设分号 全国各地 去找货源 那么 每次都是看货 取货 订货 拿到西方去买 回来再结账 再压着你点钱 所以他的 这个 一生中 就横跨 欧洲 亚洲 美洲 三大洲 到了上个世纪的 二三十年代 这个中国的艺术 和考古活动 进入一个高峰 为什么进入一个高峰呢 西方人在一战期间 有很多 你到埃及去看看 到这个苏美尔 那去看看 那些很多考古 都那个时期完成的 那么很多地下文物 被挖掘出来呢 就进入市场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出土文物 这个出土文物呢 民国期间 大量的出土 是因为修路 那时候开始修铁路了 修公路了 你看我们近些年 出土文物非常的多 国家包括挖掘的 你比如海红猴墨等等 它都是因为 很多是基础建设 金属建设一多 一扩张 因为过去人的居住环境 还是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一扩张 就涉及到它的墓地了 所以就挖出来了 这时候呢 它的货源呢 非常多 为什么多呢 是因为门类多 中国古董的门类非常多 软片 字画 硬片呢 瓷器 青铜 古玉 这都算硬片 所以他就大量的发往欧洲 发往美洲 哪喜欢什么 哪价钱高 他就从这些东西 不停的往外运 那么整个在民国期间呢 实际上就是 卢化门 卢钦斋的一个金主 就是张靖江 他因为跟张靖江关系处得很好 然后张靖江又给他提供了资金 加上他自己的天资 聪颖 然后人又机灵 所以发了很多财 那么这日子就过来了 在西方人眼里啊 就认为这个人是个亲善大使 文化大使 把中国的好东西全都弄那边去了 那西方人站在他的角度 站在我们的角度就认为 他把我们很多不该弄出去的 你比如说有很多传世文物 你通过买卖的途径出去 那无可非议 但是这些 你像朝龄六郡这样的 绝对是不允许你 把这样的国之重宝运输到国外 所以呢 卢钦斋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背负了很多骂名 美国当时啊 很多博物馆和收藏家 都把他请为顾问 所以他有的是钱 他每拿到一个好的东西 都找出出价最高的人 或者最高的博物馆 当时美国的博物馆 包括今天美国博物馆都非常有钱 就是有很多人愿意赞助 他也分得很清楚 把最好的东西卖给顶级博物馆 把一般的东西卖给差一点的 其实那些博物馆也非常好 比如纳尔逊博物馆 西雅图博物馆 这个这两个博物馆我都去过 那里的收藏 东方艺术的收藏 今天看都是顶级艺术品 卢钦斋 巴黎是他的福地 二五年呢 他在富人区 你想一叫二五年的时候 他就在一个富人区 就蒙缩公园附近买了一个 原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一个公馆 耗时三年呢 改成了一个五层的中式红楼 今天还是巴黎市区 唯一的中国风格的建筑 还是一个景点呢 现在很多人去了都要看 卢钦斋在这里呢 因为他五层楼 底下大呀 空间大呀 白满的艺术品 一方面招待客人 一方面做生意 你说他这个真是革命生产两不悟 所以风光无限 当时有被人戏称为中国的卢浮宫 架不住 日子过得快 我老说日子过得快 47年的时候 卢钦斋呢 就开始得病了 这时候多大呢 68岁 68岁在旧中国已经很高龄了 所以就把这个红楼交给小女儿 这小女儿就是他最喜欢像儿子一样的 这个叫嘉宁来经营 49年 新中国成立 就算断了他的财路 他在中国的两批 两个这个采购点 两个分店 就统统被查收 我们知道啊 这个做古董生意 没了货源 那你就没生意可做 他就被迫 就开始出售库存 然后做一些其他的生意 元气大伤 在时候他一看大势已去呢 他就不想做了 这时候他也患上了一些病啊 比如他有一种萎缩性的这个硬化症啊 身体每况愈下 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就退出了 他这个信呢 其实是宅自己的前半生 因为他对自己的前半生的这个评判 他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他这个57年的时候啊 这个就去 女儿带他去瑞士疗养 最后就病逝 最后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地 就没有回到大陆上来 据说他的后人也没有去过 这个老家去看一看 那么这事啊 03年说起来十几年前 红楼的一层二层五层和地下一层呢 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 这事都算一笑话 说不能随意改建了 因为你们知道 国外的尤其欧洲的所有的建筑 你要改动 必须得经到政府同意 你不能随便改 那么红楼的这个 因为体量大呀 日常开销大呢 然后他们家族的协会呢 就想将这个红楼出售 现在这个红楼已经变成了一个 常年举办亚洲艺术的一个 一个聚散地了 那么 卢钦斋 这个名号 他这个名号在国际古董市场 或者说在上个世纪 一百年以来的 艺术品交流中呢 是非常有名望的 卢钦斋的这一段历史 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写照 我们从清末 列强进入中国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在这之前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 就是感觉神秘 一无所知 那么从清朝末年 大量的中国文物 以洪水般的态势流亡 这个欧美 是因为我们过去文化的强大 也是因为我们清朝末年的国力衰竭 两个因素导致西方人 对中国艺术其余之若鹜 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博物馆 看到重要的中国文物 几乎都是这一个时期流出去的